OK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先给兄弟们看一下 这个进会丹家赛的这个胜率啊 轰炸机这边的话 还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胜率 然后的话 我们跟轰炸机那边的话 也差不多是一个胜产 好吧 一把比赛的一个 就是如果说能切到暴龙哥哥啊 赢一把的话 就可以超过轰炸机 反正顶多就是 两个胜产好吧 然后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这一把比赛啊 这一把比赛的话 也就是星期四的一个 呃 晚餐打的一个进会丹家赛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把比赛 呃 有兄弟们有疑问啊 为什么 呃 我们赢过轰炸机 但是轰炸机 为什么还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胜率 我跟你说 你们说一下 呃 他这个进会丹家赛的模式有两种 一种的话是立台 就是立台那边的话 也可以打四个宝宝 一种的话 就是这个 呃 进会丹家赛 谁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 我们能不能 怎么说 能不能破 轰炸机的百分百分百胜率 好吧 应该打进会丹家赛的话 呃 多加一回合的 一回合的那个机脉啊 没有点那个 呃 分身提高20%的法术塞害的那个机脉 然后的话 第五回合 咱们出了一个瞬机的一个 呃 立屁准备来破对面的一个法凡大阵 呃 我也是听说啊 听说什么东西呢 呃 就是好像以后的那一套机脉的 魔化魔帆寸的那一套机脉 就是你平秒的话 有50%的几率 就可以多一个单位 就等于说你这样垫 有50%的一个几率 可以多秒一个单位 如果说呃 魔帆寸那样改动的话 我感觉环家轰炸机到时候都要转 魔帆寸了 所以说的话 呃 趁着大改的话 还没有全服 放出之前呢 就这种比赛的话 感觉怎么说呢 且看且珍惜 我感觉 如果那样改的话 我觉得呃 轰炸机那边的话 可能也要转那个 魔帆寸 然后的话 咱们比赛打到第八回合 咱们这边的话 呃 还是要 劣势一些 好吧 劣势的话 而且 劣势的比较大 所以说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以后咱们打这个呃 魔帆寸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点那个分身的那个加三害啊 那个几麦 因为没有优势的情况下面啊 对面配色多的情况下面啊 你分身其实说 呃 如果说没有加三害的话 其实分分身的话意义不是特别大 我们来看一下 轰炸机那边的话 没有说 呃 带一个凌波仙服 咱们这边的话 是有带一个凌波仙服 但是对面 轰炸机的话 是拿到了一个 卡西的一个一术 那只有一种可能 那对面骑了一个闽座骑 而且骑完闽座骑之后的话 那对面是一定是加了有防御点 因为 耐属性加的高的话 也可以影响人物的一个速度嘛 所以说的话 对面的话是拿了一个一术 不过咱们有零色 零色还没有丢过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我们还是要破对面的法 凡大震为主啊 高鬼魂力批 起来之后的话 给对面的宝宝划了一刀 对面的话 开 磨玩赛的一个大 秒的也是特别凶啊 咱们这边的话 出了一个宝宝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不出宝宝的话 后面宝宝一旦 没有神佑的话 那这个比赛的话 就基本上就是 叽叽死你打了 好吧 一速法系 有一速法系的号 二速法系 有二速法系的号 如果说你磨帆寸的话 你如果说是一速的话 你没有打出优速的话 对面二速法系的话 接取秒的话 就是基本上 连出宝的机会 都不太有 你们能懂吗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的话 二速法系的话 反而这一把比赛的话 我们会比较好 出宝宝一些 比赛的话 达到了一个 死死回合 对面的话取秒 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取秒 因为这个时候啊 肯定是要取秒的 因为对面这个 高鬼魂的杀人 逆劈一起来的话 不取秒的话 出宝的话 有点看不住 你懂吗 比赛的话 15回合 所以说的话 可以看得到啊 咱们现在 跟轰炸机 他们打PK啊 确实 不能说55开 我觉得64开的话 应该是有 毕竟的话 能够打这么多回合 因为脸边的话 越来越熟悉了嘛 比赛打到15回合 咱们再出了一个宝宝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BLP 还是要破对面的阵为主 脸边的话可以看得到 脸边其实比赛打到16回合 脸边的药品啊 跟宝宝啊 其实消耗的都差不多 对面取秒 对面取秒 一个大直接返到咱们 好吧 一个大招的话 直接返到咱们 我们这边的话 是出了一个林中鸟 对面取秒 这把环枪轰炸机的速度 好快啊 我宝宝的话 尖进 我宝宝感觉尖进快900的速度啊 对面环枪轰炸机 这把速度怎么这么快啊 我感觉好奇怪 你懂吗 而且对面是没有带那个林博仙服 怎么速度这么快啊 不过还好 因为对面人物 比咱们宝宝速度快一些 要是咱们宝宝比对面人物速度快的话 就麻烦了 那直接被锁薄 好吧 比赛的话18回合 可以看到 对面其实大金消耗也比较多 对面大金的话 基本上都是宝配数了 你懂吗 OK比赛的话18回合 就这个时候 咱们清掉对面的配数 我们这个时候是没有愤怒啊 有愤怒的话来一把零制之后 如果说有机会分身 我觉得这个局还要打 然后的话 19回合的时候 咱们这个宝宝逃跑了 真的 这宝宝逃跑的话就有 有一点就感觉没有风头了 你懂吗 比赛的话19回合 我们出了一个归宿 提前的话也是出了一个归宿 不过对面对面的话是有鬼眼 有鬼眼的话 我们这个归宿的话 应该也是站不怎么住啊 比赛的话20回合 对面的话直接起锣 一点零元的炉子的话 每一回合成熟的伤害 刚刚好可以破掉 人物的一个163 你看见没有啊 有时候说到对面的话 对于这个 零元的这个运用啊 还是 没有问题啊 我们这边出了一个 瞬机的一个 一个影功 可以看得到啊 因为我这个号 他此次没有满 就我这个号比较缺经验 你懂吗 他此次没有满 就如果说此次满之后的话 给这个小孩丢一把此次的话 那亲小孩应该会亲他更快一些 就现在打还家轰炸机的话 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这个号啊 轰炸机那边的话 收取心里的话 我看不出轰炸机有什么弊端了 对吧 就感觉 也不能说感觉 无懈可击啊 就感觉 反正花个600万的话 我觉得 花的确实 你不能说值不值 就号的话 确实钱 好吧 但是咱们这个号的话 就是总经验太少了 你懂吗 他此次没有满 他此次没有满的话 就轰炸机这种啊 我们把所有的资源 用来轻宝宝 但是他这个小孩 还是轻不掉 就非常的被动啊 比赛的24回合 哪怕咱们电倒轰炸机之后的话 人物变身 对吧 变身之后 变成一个秒4的翻寸 也是没有什么用 因为对面的小孩死不了 你看没有 小孩死不了 那对面一直点拉自己的话 那咱们也是没有办法 好吧 所以说的话 很少在 进回单交赛碰见轰炸机 真的 在进回单交赛的话 碰见轰炸机的话 碰见了 机会啊 真的特别少 因为 我觉得轰炸机的话 那边的话 可能没有十足的把握啊 我觉得 没有准备的 特别好啊 可能也是没有来 来打这个 进回单交赛 所以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咱们 把这个轰炸机 这个 百分之百胜率的 这个单交赛 给破掉啊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全服的话 可能是我 可能是别人 因为你越往后面打 残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对不对 比赛28回合 对面出了一个 50万的一个工地厅 那比赛的话 兄弟们 咱们只能够 下集再见了 好吧 啊